我覺得我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 你會辭職嗎? 真的做不到你覺得我不用辭職嗎? 欸 盧卡斯 又是你喔? 哈囉 當然是我啦 這是新聞報報看的節目咧 那今天呢 我們同樣要來做政治開箱 那在這個開箱之前呢 我們要先來攔教 欸盧卡斯 一大清早就拋出 什麼意思? 不是出口 不要想太多 我們這個攔教呢 是那種鳴鼓聲淵的那種攔教 喔 就是呢 今天呢 我們知道這個副教育部長張念群 他會從這裡出發 嗯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會先攔住他的教側跟他講 大人 帶我一起去上班 我們會這樣子 這是這種攔教大家不要想 然後呢 我們就會跟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教育部的工作到底是什麼 嗯 肯定很有興趣對不對? 有有有有 好 那我們就一起出發吧 Let's go 好 時間兩了喔 來 攔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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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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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呢就會跟你一起去看一下教育部做的工作對不對? 好 好 那又幫安全带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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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座也要綁了嗎? 當然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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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聽說好像最近被媽很長 是啊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做教育部的工作真的是蠻難的 教育部的挑戰當然就是因為他教育部本身就很大 那你的部門很大的時候你前涉到的範圍就更廣 走在街上的每一個人他都可以是自己或者是間接被影響的人 他可以是學生本身 他可以是學生的家宅 他可以是老師 所以他可以是一些PIPG 或者是董事部的 涉及到每一個人 他就涉及到每一個人 你基本上走在路上你要問他一個關於教育的問題 基本上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答的 教育部本身就可能是因為他有各個原流 所以他當然就對種族之間的這個協調 然後就變成說是會在這個部門的真會被遺防的 是 我覺得很像能源部啊 輕體部也好 他其實沒有什麼種族的這一種問題 就是教育部最重要 教育部會很明顯的 我們有花椒 我們有丹麥爾 對啊 而且要改變這種時節其實也是要通過教育部 我覺得 沒錯 可是你任何的改變當然 都會牽涉到大家不同的意見 這樣你打算怎麼解決 我覺得是 就是能夠在這個位置 就可能就是在 有限的時間裡面 盡量去做我希望能夠做到的事情 好 沒有關係 那我們等他再留更多的問題在那個放餐的時候 好的 還有一個海報 他們就做到太大成長了 所以我覺得很辛苦 可以做低調一點嗎 你看 好可愛 好可愛 哈囉 好可愛 平時都會參加這種活動嗎 一般 其實各式各樣的吧 就是學校的活動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 找我們 像今天這種就是學生的頒獎典禮 這個我出習過幾次了 會不會覺得有點瑣碎的這種事情 其實一開始我也是有這種感覺 就是你一來這種活動 可能就是幾個小時的時間 對 但是你不見得說是能夠從 你不能不見得能夠帶來一些 非常就是很積極的改變 或者說是很大的改變 對 我覺得來到學校觀察是重要的 嗯 你不能夠只在自己的辦公室裡面 然後去做出任何的決策 你來到學校的時候 你就是直接有一個機會 跟校長交流 跟老師交流 你可以跟 跟父母交流 直接聽他們有什麼問題 對 因為否則的話 你其實跟他們交流的管道是很難 缺陷 所以你把這一種慶典 當作是一種交流的管道 其實啊 就是開始會在 就是坐下來一整天的時候 會談到這個學校的問題 真的一些教育制度的 大家的看法 執行起來的一些問題 你就可以拿出來跟他們談 那我們現在有請到這個YB 掌念群的特別助理 陳靖輝先生 也是我的學長 Hello 大家好 他是 洪陽好 我們也知道 蘇宅玉不是一個很忙的部門 就想偷偷問你一下 YB有沒有偷偷哭過 還是被網民罵的時候在那邊哭 被網民罵 我覺得沮喪肯定有啦 不過YB是一個很堅強的一個媽媽 所以我相信哭是不至於啦 尤其是最近啦 我相信大家明不然承受一定的壓力 這方面我相信他面對的困難是更大的 其實每一次看他這樣子 我覺得我們身為他身邊的助理人 也是會深感其受啦 你一直有哭過還是什麼 我就是他沒有哭然後就哭 比如星期六 中午12點要開會這種時間嗎 喔沒有啦 我是覺得 感願做環洗手這件事情 我也是聽很多的前輩國我們講 即便難做 但是不要因為批評而停止去建設 這個建設 除了是硬體的建設 還是軟體的建設 你就是努力的去做啦 做到哪一天 你只要理解 這是你做對的事情 那就可以了 甚至很多人 馬來網民也好 很多人講我們是一屆政府 Satou Bengkou 但是我也記得其他部長國我們講過 即便我們只做一屆政府 都要在這一屆做我們覺得對的政策 跟對的事情 不要因為擔心一下 一屆之後做不了政府 這樣子就把我們的腳步停止下來 我覺得即便外在有很多的負能量 或者是負面的批評都好 相信這是政治工作者需要承擔的一個部分 我們去做甚麼 我們來自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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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你好 其實呢我們剛剛也是有去這個校園裡面問了一些老師跟同學 他們對現在的教育制度有什麼看法 那其中一個老師他就有說 老師最關心的就是老師的負擔本身 那當然他首先是有肯定說新政府的改革下教室的負擔景點 但他覺得其實還可以再多一些 讓教室回到教育的本質方面 那就想問 替這個老師問一下 在這個部分當中教育部有打算做這麼樣的減輕教室負擔的改革 我們在減輕老師工作負擔這塊 我們其實是分著三個階段來做實 今年年頭所宣布的措施是屬於短期計劃 接下來我們會有中期計劃以及長期計劃 中期計劃的話就是希望在今年年中中旬的時候我們能夠宣布 長期計劃是希望說能夠在年底的時候我們能夠去祝福的宣布出來 因為一些改變它可能牽涉到的範圍比較廣 例如說它牽涉到整個system 可能是computer system 它可能可以是層層面面 就是希望能夠通過中期計劃以及長期計劃 能夠讓老師更進一步的覺得他們從繁重的文書工作就快解放出來 我們能夠讓他們更專注在教學的步驟上 差不多到一年 你覺得現在在這一年裡面你做好什麼樣比較大的教育改革 如果從教育部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教育改革就是我們取消了第一年級的統一考試 也就是一二三年級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措施和步驟 因為這就是在決定的這一步的成敗就將決定馬來西亞 我們是會走回運時教育 又或者說我們能夠走向多元頻度的教育方式 那麼能夠讓我們的學子能夠在一個可能更面對21世紀 這樣子的一種環境之下的一種學習方式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會有一些人覺得考試比較好 你覺得 當然永遠都會有人覺得考試比較好 畢竟尤其是法人 我們是從科技制度出師的 可是我們也必須要去簡便回去 這個考試方式或者說是這種硬式教育 是不是給我們的學生帶來太多的學習壓力 那麼到今天我們的這些所謂的大學畢業生 會被人家批評說就是只會考試 可是社交能力很差 溝通能力很差 或者說沒有具備那種就是出現那種是讀書的現象 這也是我們必須一起去思考的 所以我覺得我當然沒有辦法說 大家都100%認同我們要逐步的去摒棄應式教育這塊 因為如果我們在去年八、九月的時候 八月的時候我們其實展開了一個調查 主要就是針對老師 還有小學的父母、小學生的父母 他們這樣不贊成我們廢出同一考試的時候 其實他們反對的是五十五十的 所以可見的話就是 社會上是有人覺得 應式教育已經走到太過 找到一個瓶頸 所以也贊成說我們用更有趣的學習方式 或者更用多元評估的方式 來去更著重於培養學生的能力 而不是在於他們實際應備的能力 而是更多更綜合的能力 當然我不否認 還有一部分的家長也還是認為說 考試才是最直接而最公平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需要做更多的對話 更多的交流 希望能夠得到更多的父母 還有社會人士的鑑讀自己 其實也是啦 外國很像芬蘭的教育 其實也是在慢慢廢除 其實很多地方都開始在去廢除 就是很多我們 真的不用去到國外 芬蘭、新加坡 當然是一個很簡單的 很靠近我們的例子 真的是國際學校 其實開始也就是 不是在走日式教育 而是走向多元評估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能夠永遠 只是羨慕外國的月亮比較遠 可是有些時候 我覺得我們也需要從 一些改變 我覺得是需要大到過程度去做 那大方向上 其實我們是嘲笑芬蘭這樣子的東西 當然我們距離芬蘭 還有一個很大的區別 芬蘭現在做到的方式 已經是用成所謂的 所謂的 也就是說它已經沒有在所謂的 學科學系 我不會再教你歷史科 我不會再教你歷史科 可是我是在用一堂課 可能我跟你談二次世界大戰 可是二次世界大戰 就是一個歷史的一個指示 可是一次世界大戰 我找出一個關於 二次世界大戰的一種文學分享 那可能是屬於文學的見賞 或者說是英文科 那麼如果我跟你分析 整個二次世界大戰的這個眼鏡 它可能就牽涉到第五 所以類似的教育 其實就是這樣子的概念 其實在芬蘭開始去錄取 它就是屬於一個open concept 那麼是可以 甚至是可以去 讓不同grade的學生 來一起去學習 當然我覺得我們要朝那個方向 是還有一點助理 我現在就講我現在要做這個 可能大家就會開始覺得 我不踏實啊 不腳踏實地啊 一步登天啊 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一步一步來吧 一步一步來吧 就是我覺得我們不應該認為 考試是唯一讓學生去學習的方式 如果今天學生學習只為了考試 那我覺得是失敗的教育 我們希望做到的是 學習是一個非常自然的事情 然後是學生是會享受學習 然後他們會去樂意去到校園 芬蘭的午休呢 就是中間的休息時間是一個小時 為什麼 因為他除了讓他去吃東西 讓他可以回換自己的時間 他也可以跟同學一起討論project 他可以用來是 真的是睡午覺 可是我們的花校 他可以用來去玩 我們的學校的想法是什麼 我們的學校是20分鐘 當然更多的因素有很多 然後很多可能是因為他是上下午班 是他不夠用 是他不夠用 可是我們的情況已經是出現到 學生 因為學生有些時候很早來學校 所以我們可能就7點就來學校了 所以7點的話也把他們集合在禮堂 開始給他們念書 我自己的觀察是這樣 真的會討厭讀書耶 如果是 就是學校已經不是變成學生 學習玩樂的場所 它真的變成只是變成是念書的讀書 所以你說學生會不會討厭來學校 好那我們現在來問這個真正的死去 剛剛就有一個 我們有訪問到一個華人的同學 然後就問他 他是讀SPM的 就是今年考SPM 然後問他 你過後打算去哪裡升學 他毫不猶豫就講他會選實力 原因是因為他講 升功力的機會很少 那想必是因為顧打制的問題 這個也是很多華社華人被堵住的關係的一個議題 對於顧打這個部分當中 感覺西蒙政府跟國政在這個部分當中 都沒有辦法打破 那我們也可以明白說 短期間內這個東西有很多的利益關係 但一個長遠的目標或是一個欄 教育部是怎麼想的 我的個人想法是這樣 嗯 顧打制可能當然不是我們 以及不非非非主的 所以這我覺得是 我很高興就是還有就是 特別是無異的領袖 能夠主動去說這番話 因為畢竟如果是 一直是由非無異的領袖來去說這個話 我覺得這有些時候 不見得是能夠 使到我們能夠有更有效的 把它會起反效果 對 其實我覺得 這個時候講什麼都沒用的 就是去做就對了 就是做到他被承認為止 對 我覺得我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 哈哈哈 你會辭職啊 真的做不到你覺得我不用辭職嗎 我覺得他就不用辭職 肯定的 所以今天是這一屆嗎 對 我記得你講過一句話啦 很之前的時候你講 你希望五年後你不會對不起自己 是啊 就是我的 我覺得 所以我做了 我當然我當不起為止我還是很樂觀 嗯 嗯 因為我覺得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經濟 嗯 這個是 安華也是這樣講 對吧 嗯 當然 安華也是這樣講 而且我覺得 對很多 行動黨的領袖 特別是行動黨的領袖 或者甚至是 其他有黨的領袖 其實都把這個感覺是一個 都有在都有在 還有在繼續去談這個特定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我是還是想會樂觀 對 可是當然我自己也做了 就是我自己也跟自己想過的了 就是 就是 I need to prepare for the worst 嗯 就是會 會跟自己 說 嗯 什麼東西應該是我的體現 當哪一天到 我真的是覺得 我有辦法繼續在 continue的時候 我應該有這個 勇氣 跟這個 覺悟 就是要 要 要 不得stop 我就覺得 還是要跟 選民說一聲 支持者說一聲 這段日子當然是挺艱難 我不能說這段日子 就一定都 就全部都是一番豐盛啦 Everybody can see How tough it is 嗯 可是我也很敢 就跟一些選民就是說 嗯 還是會不斷地在網絡上面 幫我們喊話說 60年解決不了的問題 你現在一個政府 一年就做完 太苛刻了 就是會幫我們做 這樣子的編顧的人 的選民 我在這裡要跟他們說一聲 真心的謝謝 因為 這表示說他們還 保持著他們對我們的信心 那麼我覺得 嗯 我們行動黨裡面 我們幾個 這些同事 同事經常說的就是 我們都做反對黨 做這樣久了 我們都能夠 survive 就是 就是有一天 我們真的要再做回反對黨 我們覺得 我們也還是可以的 我們也還是可以的 嗯 可是 就是 這就是因為 又十年後我們才等到了這個 結果 我們也不想太快就說放棄 嗯 因為如果我們現在就說放棄了 那麼 不然 他可能看上去我們做了一個很勇敢的結果 對 可是我們可能也把 大家在509 大家在509 希望看到我們做的東西 可是我們也可能就把這個機會就搞砸了 對 所以我希望還是很感謝大家 願意給我們更多的一些時間 嗯 如果真的有一天我們真的是覺得自己在這個政府裡面的角色已經是越來越視為 原來已經以為我們自己的理想越來越遠 越來越遠 我相信 不只是我 就是很多同事我們有些時候都會覺得說 都會實實地提醒自己 就是 嗯 做政府不是我們的問題 嗯 當然改變才是我們的問題 可是今天我們得到了這個機會 我們當然也知道 這個改變 就若實改變 這個東西是 是 是比改造販帶本身更難的 對 我們也希望這個 第一次打壓器 就是說我們先咬緊 我們去做 去看到我們在這段時間裡面我們能夠做到什麼 可是 就是我們 我們絕對不會用拳 我們也會不斷的提醒彼此 呃 就是 不能夠 不會 不會去太墮落 也不會 呃 就只會為了那段痛而來 然後就忘記了自己有份的存在 好 那我們就聊到這裡 好 謝謝YB天工 謝謝 吃飯吃飯吃飯 冷掉了冷掉了 隨著訪談的結束 這支影片也來到了尾聲 改朝換代一年多了 念群擔任副教育部長也一年多了 從大方向的教育理念上來看 他確實可以帶來不一樣的思維與改變 但不變的依舊是困擾我們多年的種族教育的死界 這是歷史留下來的共業 需要更細膩的去處理 像念群說的一樣 在做成之前 說什麼 其實都不好 這句話 我贊同 我們只能夠讓時間去為我們競爭一切 而今天 新聞報報看 有幸能夠去記錄到這一刻的掙扎與抉擇 我們只希望 未來我們再回頭看這支影片的時候 我們不會感到懊悔 可惜與憤怒 而是能夠感到無比的自豪 做這支影片真的是不容易啊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分享和按讚 然後希望大家也可以訂閱我們 你們的訂閱會是我們的動力 正式開箱 我們下期再見